这是一部穿越异世界的惊悚电影 错信漂亮女人的话 留给自己的只有悔恨终身 有被漂亮女人坑的请艾特她来 一辆照常行驶的火车上 女教师林木盯着空荡荡的火车有感不妙 火车突然驶过一段隧道 记忆中自己回家的路上从来就没有隧道 这突然的情况让林木有点惊讶 手机信号也在这刻突然断线 林木顺着车厢往后走 车内迷迷糊糊睡着一个西装男 和三个小青年 还有一个本学校的学生 一行人迷迷糊糊地下车 才知道这里较如月车站 面对眼前的困境大叔选择等待下一辆车 也有人打算探索下这里的情况 这个地方透露着诡异 贸然探入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之前的三人阻碍了到底是深入 还是守住带兔朝了起来 最终性格暴躁的黄毛带着豹文女走进了村落 林木老师和女学生紧跟其后 没多久就遇上慌乱折返的两人 林木大胆地上前偷看 没发现什么诡异的东西 回到如月站台的黄毛急躁地要离开这里 很显然他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没走几步身后传来了一身狗肺 黄毛男紧张地让豹文女别管了赶紧走 站台的学生一脸寻求地看着林木老师 林木心中慌得很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但是大家都在一起可能会好点 毕竟人多力量大 一行人顺着铁轨迷茫地走了几个小时 林木始终想弄清楚黄毛到底看到了什么 黄毛不情愿地提起 朋友被血管状的东西缠住了 自己无能为力 只能逃跑 鲍文女的手机突然传来一串铃声 打开一看居然是已经奄奄一息的朋友 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 西装男说自己听到了祭祀的鼓声 这附近肯定还有其他人 黄毛男一听直接炸毛了 朋友当时遇害的时候也是伴随着一阵阵鼓声 西装男拉扯着大家不要乱跑 说不定我们等一下就能得救了 这个NPC震惊自己的左手怎么回事 突然自己的脑袋和眼珠开始膨胀 直至炸裂消失 几人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吓得屁滚尿流赶忙逃跑 跑了一段时间后 远处传来了一声老头的声音 寻的声音再次看去已经不见了踪影 突然老人闪现到了他们近处 这是来搞交通普法的吗 众人来不及思考只能奔跑 没跑一段时间 他们遇上了之前打视频的朋友 黄毛跟他掐架的时候一脚把鲍纹女踹进了他的怀里 蒲发老人抱着女人化作一团光火直接消散 刚才跟自己撕打的朋友也一并消失 自私自利的黄毛丢了女友就拿铃木两人撒起 逼得两人加速逃跑 你追我跑的他们来到一处隧道 体力不支的学生被黄毛抓到 就在黄毛刺杀学生的时候 一个类似藤蔓的东西把黄毛吸附到了隧道顶端 随着学生进入光门关闭 凌木竟然奇迹般地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就是如月车站的剧情设定 凌木跟前来调研的美月讲完 特别郑重地提到里面的剧情就是这样 让别人穿过那扇门 自己就能回到原来世界 美月详细地问询了当天凌木的行程 最终绘制出了一份去网易世界的图纸 这是一份去网易世界的方法 拿到手的美月像集了300斤的PDD 凌木老师却露出了一抹隐晦的微笑 眼前的小白美月正在一步步地走进自己编织的圈套中 当晚美月按照穿越一世界的方法来回坐车 成功地抵达了一世界 车舱内的人跟凌木的描述一般 每个人说的话也是一样 在面对黄毛男和朋友争执的时候 美月想起后面黄毛追杀自己的情形 一把夺走了刀子 没有按照剧情这就打乱了接下来的剧情 黄毛男的脚下生成了一些树根般的东西 美月知道现在赶紧回到车站就行 带着众人踏上了铁轨之旅 接完黄毛的电话之后 大叔在路边呕吐 跟着是一阵鼓声 西装男脑子炸裂 但是因为之前剧情的改变 这次西装男非常正常 几人休息的时候遇上了蒲发老人 跟之前一样老人一眨眼就来到了他们的近处 老人蒲发之后疯狂地追着众人 同时他又遇上了黄毛 美月掏出匕首刺伤黄毛一把推给了老人 老人抱着黄毛请客间化作了一团火消失不见 众人都不明白美月为何如此的冷静和淡定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跟着他们穿过隧道 美月还在纳闷这里不是应该有个人被带走的吗 那辆出租车如约而至停在他们面前 美月在临行前问寻了谁会开车之后 抄起大石头就砸晕了汽车男 旁边的人还在惊恶美月杀人 他却淡定地让众人赶紧开车 行驶途中汽车男诡异地挡在了路中 这时的汽车也跟着抛锚了 众人立马跟着美月开始逃跑 犹豫的西装男被汽车男直接带走 时间来到午夜 他们来到一座别墅面前 美月的心中也泛起了嘀咕 没听说这里有栋别墅啊 他们进房查看的时候黄毛从楼道上冲了下来 揪住了豹文女和朋友就是一顿锤 一团火焰燃烧之后他们消失不见 跟着整个房子的墙壁开始诡异地变换 无论他们逃往哪个方向 都会有之前消失的人来堵门 这时候的美月也慌了 这说好的光门到底在哪里呢 直到他们逃到后门 一闪光门闪闪发光 美月也平复好心情 剧情终于还是按照设定在进行 想起之前陵墓的话 如果当时自己钻进光门的话 得救的肯定是自己学生 美月短暂的犹豫之后 抄起武器跟屋内的男人展开搏动 学生钻进光门之后朝着美月喊着快来 愣神0.3秒的美月发现事情不对 朝着光门飞奔而去 可惜还是错过了 原来自己竟是最后的小丑 只有穿过光门才能回到世界 而且只有一位幸存者 美月抬头望着天空中的诡异物质 仿佛跌进了寒冷的冰窖 学生回到原来的世界 老师早已再次等待多时 当日学生那句老师你受伤了你先走 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这才有了老师射圈就他的戏码 所以说漂亮女人的话是不可信的 但是有时候又会忍不住 这类朋友赶紧爱特他来围观这部电影 如月车站